睡着了 所以这个也一样 你要不知不觉的进入梦中 忽然间电视机的人爬了出来 其实这个已经怎么样 开始做梦了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这两段 这两句 有没有 一个原则 要不知不觉的进入梦中 再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句 洋娃娃眨着大眼睛 哼着歌儿 一路摇摆的向我走过来 我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忽然又有打鼓的声音 我回头一瞧 玩具熊野 咚咚咚咚的迈开脚步 玩具派对开始了 你觉得这一句 应该放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放在中间 那个梦境的情节当中 这个就是怎么样 真实的事件不可能出现了嘛 所以他已经怎么样 在做梦了 只把安排在第二段开始的部分 就是梦中的情节 我们再来看第四句 我跑呀跑 眼前却出现一只 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 向我吼叫 那火眼金睛 让我吓得浑身发抖 心里想逃跑 两只脚却像树干一样 黏在地上 拔也拔不动 第五句 我气喘吁吁的跑到路的尽头 忽然 脚下一滑 跌了个四脚朝天 张开眼睛一看 哇 我竟然是跌到床底下了呢 哈 原来只是一场梦 最后一句 当我正要拆开礼物 忽然 姐姐起床漏 一阵大叫 把我惊醒了 原来是弟弟在叫呢 一大早扰人美梦 真讨厌 那我们来仔细的研究 看看第四句哦 你觉得像这个第四句 很清楚的表示了 这个作者怎么样 他在做一个噩梦 而且是有怪兽的噩梦 梦里面呢非常的可怕 所以像这一句跟刚刚那句一样 都是适合放在 故事的怎么样 中间的部分 就是这个梦境当中的第二段 或者是你要摆第三段 就是主要内文的部分 然后下面这两句呢 你认为应该放在哪里 我们就应该摆在怎么样 故事的什么 最后一段这里 因为我们要安排 故事当中的主角 要怎么样 突然的惊醒过来 像我们看第五句 这个人呢 气喘吁吁的 跑到了路的尽头 忽然呢 脚下一滑 跌了个四脚朝天 在梦境当中 要跟最后醒来怎么样 要有所连结嘛 他在梦当中呢 他怎么样 摔倒了 结果突然醒过来 哇怎么样 他真的摔倒了 而且怎么样 他是摔到了床底下 梦里面呢 他是跌了四脚朝天 醒过来 他是真的跌倒了 这样呢 更加的增加他的趣味性 那最后一个 表示他在做美梦的时候 比如说他收到很多的礼物 他非常的高兴嘛 就一个礼物 一个礼物的要拆开啊 那正要拆开礼物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他弟弟在叫他说 姐姐 他在起床后 把他惊醒了 本来要拆礼物了 被弟弟吵醒了 原来是弟弟在叫 一大早就扰人美梦 我们其实那个成语呢 是扰人亲梦 可是这里他特别写 扰人美梦 而且怎么样 把他框起来 特别表示怎么样 加强说 他那个是一个美梦 所以我们说 一大早扰人美梦 真讨厌 所以你们看了这上面的 总共的六个句子之后呢 希望对你今天 做文练习的题目呢 有所帮助 那你一定要记得哦 重点就是 第一段怎么样 我们在写这个梦的时候 要安排故事当中的主角是 不知不觉的进入梦中哦 然后中间你在开始 写你做梦的过程 最后要安排 故事当中的主角是 突然的惊醒过来 而且跟这个梦境呢 有所连结 那你也可以把你 这个梦呢 过程当中 或是你做的梦